王宝强 真是为王宝强感到不平安 以前大家非常羡慕 王宝强和马荣这一对初期 因为他们是明星 王宝强和马荣一起出现的时候 粉丝们纷纷拍照 就连人家不认识 王宝强和马荣的老大爷 也过来凑任了拍照 可见王宝强和马荣 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 真的是偶像般的存在 可是如今大家看到马荣 恨不得上去揍他一顿 不过随着马荣和王宝强离婚案的发酵 越来越多的毛头都指向了马荣 大家发现马荣居然比想象中的还要坏 不仅背叛了王宝强 甚至还对王宝强辛辛苦苦 征来的家产起了念头 那可是王宝强从一个草根奋斗 到现在所积累下来的血汗前 王宝强离婚案结束 儿子归爹 女儿归娘 最近有网友爆料 王宝强的儿子生父水落石出 看着孩子和宋哲那么像 很多人怀疑孩子是宋哲的 到底是谁的 这只是猜测而已 真相我们不得而知 估计孩子生活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吧 我们外人就不要妄加猜测了 到底是不是水落石出 还有待他们自己的确认 不过还好 王宝强得到了儿子的抚养权 马荣只得到了女儿 如今王宝强的二婶已经结束 王宝强只得到了自己的儿子 女儿判给了马荣 马荣转移王宝强巨额财产 竟然没有被判刑 王宝强放过他了 不过马荣和王宝强离婚案 二婶之后 儿子的抚养权归由王宝强所要 可看到结果 真为王宝强操随了心 王宝强虽然取得了抚养权 他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吗 马荣和王宝强的离婚案件 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闹了两年 而且到现在还没有停止的样子 这两年来 马荣时不时的就冒出一条消息 而且直接占据娱乐版的头版头条 可以说这两年流量最大的 就是马荣和王宝强离个婚 一下子成了娱乐圈的流量网 不得不佩服他们的营销炒作 或者个人影响力 这是一个负面的 小编也觉得在不久的将来 马荣又会冒出一些新闻 而且这些新闻又会占据 头版头条 这是必须的 因为王宝强本来就是一线明星 王宝强的流量也非常大 我看了 这里就是 我看了